在具体的食物表现方面呢 我们就要注意呢 少吃高飘零的食物 比如说一些动物的内脏等等 另外呢 就说对于草酸结石来说呢 我们哪些食物中的草酸含量比较高 我们要注意 因为刚才提到 尿酸草酸钙都是结石的主要成分 那么刚才提到呢 不要过多的补钙 不要过少的封盖没有问题 尿酸结石呢 我们要通过药物 抑制痛风呀 治疗血尿酸的情况 那对于草酸结石呢 我们就要适当的减少草酸中的摄入 草酸的摄入呢 比如说一些菠菜 一些蔬菜 它是草酸含量比较高的 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常喝的咖啡 浓茶 可乐 往往这类食物呢 往往存在这种过多的摄入呢 回应起血里的 或者尿里的这种草酸的含量增高 容易引起草酸钙结石的形成 而草酸钙结石呢 是结石里最累 最硬的一类 是最累 对患者来说呢 最难排除 医生治疗起来 最困难 最累的一种结石 因为它密度特别高 各种碎石 往往效果比较差 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在食物摄取中呢 要保持 要低 热量 低蛋白 低飘零 低草酸的摄入 适当呢 升高呢 高纤维素 比如说一些 这种高纤维素的一些蔬菜 比如芹菜呀 食物 食物纤维的摄入 这样的话呢 这种植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